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七月十九号 就是农历 六月十九 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 好 这一天呢 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多拜佛 多念经 多赤素 好 那么今天呢 台长呢 这里有半个小时的白化佛法 那么之后呢 还有一个半小时呢 给大家回答 悬疑问答 都很精彩 好 那么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台长呢 继续呢 跟大家讲呢 我们呢 修行呢 要注意的一些方法 那么一个人呢 修行的时候呢 实际上很多人呢 就是因为放不下 那么为什么会放不下呢 因为当一个人 执着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放不下 比方说 你心中想着这个事情 你做错了 你就老觉得心里会有一点 好像内疚感 实际上这个一点 就是造成了你心里的不舒服 很多人啊 比方说很正常的 啊 一点事情都没有 那是因为他忘记了 他很开心 他心中就是空了 空的人呢 他就不会再有这些想法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就不一样 心里呢 存不下一点点东西 当他存下一点东西的时候 他马上会觉得不舒服 裴长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牙齿上面有十几颗 下面有十几颗 对不对 那么你说 如果心中有一点点东西 有一点点杂念 有一点点不安 有一点点觉得对不起人家了 就像牙齿一样 你有二十几颗牙齿 但是只要有一颗牙齿 稍微有一点点松动 或者有一颗牙齿 稍微有一点点严正 你们说 你们是不是整个都觉得不舒服 所以 学佛最要紧 要根本上解决 也就是说 要去除烦恼 如果你有烦恼的时候 你念经 念的效果 就不如你把它看空放空 所以经常有句话说 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念经呢 也不能有口无心 要用心来念 台长呢 跟大家讲的密集是 念经实际上 就是念心啊 用你的心来念 那么你的效果 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就说 学佛 我们一定要看到 自己是空了 如果你的心 觉得是空了 那么你念经呢 才会念得出效果 那么怎么样来了空呢 怎么样来 替了我空呢 这个替字呢 就是沿着边旁 一个帝国的地 实际上呢 就是来观看的意思 替了我空 也就是说 要看到自己是空的 而人本身的身体 就是阴阳五行 组合而成 要感觉到自己是空的 那么我们要学会 修心念经 就是要看到自己是空的 无我 无相 无相之后 就会不着相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一定要用心观 当你在念经的时候 你要用心 来看住你自己的心 你要用心来观想 来想象 来看到你这个心是空的 你的心 已经融化在宇宙之中 这样的话呢 你想空了 那你的心 也就空了 你想了 杂念纷飞 实际上 这个时候 就是造出了 你的心 你想到 你的五蕴 都是空了 那么 实际上 就是心经当中说的 造见五蕴 即空 这样的方法 才能让你心 调节得当 这样呢 就让你的心 能够停止 乱想 令你的心 能够安住 让你的心 不随着 进转 这样的话 你信空 信空 才能达到 信空 信空之后呢 你才慢慢的 会开悟 这样的话呢 你念经呢 就效果 就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 大家知道 人是五蕴甲和之身 五蕴和金若水火土 就是一个甲和之身 所以我们要不随静转 因为你的甲和之身 当你没有看穿的时候 你会认为它是真的 当你一看穿它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是假的了 举个简单例子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人不要随着静转 心要安住自己 什么叫甲和 假的不是真的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今天 喝出去的水 喝进去的水 那么一出汗 它就排泄掉了 那么我们 看到大海里的浪花来了 当它 卷起一阵阵波涛的时候 当它撞击在岩石上 溅起朵朵水花的时候 你看得多么的漂亮 但是顺眼之间 它就没了 这就是假的 但是呢 你又是迟迟迟迟的看到了 这就是真的 所以呢 你要看到它的 真实的东西 实际上它还是水 只不过是有水 而引起的磨 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境界 我们人生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 我们的身体 坏了就是假的 因为我们身体 生出来的时候 很好的 我们的人 也是这样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人的 所做的一切 小时候 我们为了考试 我们为了做一个工艺品 我们花出很多的精力 现在什么都没了 它也是假的 所以既然明白 人生的感情 人生过去的挫折 都会随着时间 而转移掉 所以我们就要更明白 我们不要去随着 它的转变而转变了 因为它是不存在的 它是以后 一百年之后 两百年之后 什么都没了 这游奴 有多少帝王将相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任何自己的利益 或者为了国家的利益也罢 实际上 它也是 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也会变化 所以要懂得 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既然是无常的 就是不真实的 也就是没有长久的东西 没有长久的东西 它就是不真实的 不真实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 何必把它看得这么真呢 因为你把它看得真了 你才会很生气 你才会很发怒 才会很悲观 才会很烦恼 所以我们 很多 所谓我们多贪的众生 因为众生 菩萨为什么称为我们多贪的众生 因为很多人都是贪念私起 我们在人间就是知道要多贪 为什么 这个也要贪 那个也要贪 什么都要 所以就叫不静观 因为我们贪了之后 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干净的 都是一些假的东西 所以多贪众生 不静观 那么我们在众生 还有一个毛病 叫多称众生 怎么办呢 什么叫多 多称众生呢 因为你称念很重 很容易发脾气的呢 要用一个方法来对付他 就是慈悲观 你多让他学学慈悲 那么你呢 就会少一点称恨心 同样多贪众生 你因为看得不干净 但是呢 就是要让你看干净 有所谓多贪众生 见尽观 见到干净的 你用见到干净的东西 来观想 来看 多称众生的慈悲观 如果你很恨 那你需要你呢 用慈悲来观想 观看 我看你呢 我看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撑众生慈悲观 多散众生树习观 因为人的心很散乱 我们的众生散念散乱的心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看呢 我们要树习观 就是说你认为这个树和这个西 就是人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数出来 就像我们的生命有年纪一样 我们说有的东西用钱可以产生价值一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对什么事情散念来了 我们就要明白自己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集中思想 你就把数字来让它集中 用自己的呼吸 气息来让你的散念来集中起来 所以就叫多散众生树习观 那么针对社会上很多愚痴的众生怎么办呢 那么愚痴的众生呢 要因缘观 当你很愚痴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都不懂 你要拼命地追求的时候 你要懂得三世因果 你要懂得看因缘 因为你知道人是靠因缘而活的 人今生也是个缘分 前世也是因缘观的 所以要因缘观的 所以当你很愚痴的时候 你如果用因缘观的话 你就知道 哦 我跟这个事情没有缘分 这个干部 我选不上的 让人家去做吧 我没有这个能量和能力 所以叫于此众生因缘观 那么最后跟大家说 多葬众生 念佛观 如果心中有很多孽障 心中有很多不开心 心中有很多烦恼 好 这些众生怎么办呢 要多念佛 叫念佛观 实际上台长刚才跟大家讲的 就叫多贪众生 见尽观 多称众生 慈悲观 多散众生 树喜观 余思众生 因缘观 多葬众生 念佛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朋友们 我们说人活在世界上 做不完的事情 受不尽的烦恼 我们如果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我们就能够看穿 所以学博人必须要 把自己看穿 我这个人本来来也匆匆 心也匆匆 去也匆匆 来也匆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心佛众生 我们心中就有佛 又有众生 所以我们不要有差别之心 我们不要有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的心 实际上我们要无有差别之心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动策社会 你就明白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有时候像看不见 那有时候又看得见 那么举个例子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空气当中有很多的细菌 那么为什么你在太阳下面就能看得见呢 那为什么你有时候离开的太阳 光照射 你又看不见呢 实际上任何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非有非空啊 好像有 好像又没有 好像没有 好像又有 所以 这叫无声灭之幻想 因为没有了 它才会有 因为有了 它才会没有 大家想想看 我们 人 生出来是有了 等到我们人走了 又没有了 等到下一个孩子又生出来了 又有了 等到这个孩子走了 又没了 我们的孩子养大了 离开我们了 也没了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的人是生生灭灭 实际上生生灭灭又是无声灭啊 它是一种幻想 就像我们今天吃饭了 明天肚子又饿了 早上吃完了 终于肚子又饿了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幻想 这就是财长经常跟大家讲的 等到我们以后过世之后 我们到天上 你想吃什么 它就来了 感觉就跟我们现在吃的饱 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要懂得 这个世界实际上 就是极聚集造啊 非有非空啊 四有四无啊 所以能够在这个假河世界当中 看穿这个世界 说明你已经能够造建 五蕴皆空了 今天某个地方始火了 火被熄灭了 明天这个地方发大水了 水会没有了 犹如今年旱灾 我们祖国的红湖 整个变成干了 你看看多少年的湖 怎么会干呢 又犹如我们看见了 在澳大利亚南山 史鲁洞 本来这个洞 是在很多很多年以下 是在水下的 是被海水几百年 或者几千年的冲击 和慢慢的水当中的 但是为什么 现在会到水上面来 它形成了这么多的水洞 这些怪石 岩石 为什么这么好看 实际上 它也是一个变迁 也是一个生灭的现象 有生就有灭 有老就有死 我们要学会用真正造建五蕴皆空的思维来看这个世界 我们的空气四有四无 没有空气我们活不了 有了空气我们看不到 对不对 土 土也是这样 泥土 现在有泥土 等到一段时间之后 被水淹了 它的泥土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要学辩证法 用现在的话 就要讲辩证法 学佛就是学员 学缘又是学佛呀 有缘就有佛呀 有佛就有缘呐 缘在佛中 佛在缘中啊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珍惜人间的这个缘 珍惜和菩萨的这个缘呐 好 那么今天呢 台长呢 跟大家的白话佛法呢 就说到这里 我们呢 下一次呢 节目呢 还会继续跟大家说 好 听众妹们 几个小广告之后 那么 谢谢大家